來到屏東山川琉璃吊橋 兩旁相入1664顆琉璃珠 象徵百步蛇眼睛 沒力圖騰 但凑近一看 竟然成了這副模樣 琉璃珠被拔走了 留下殘焦 就是有遊客 有著把琉璃珠拔回家 當紀念的想法 讓琉璃吊橋 才重新啟用不到半個月 已經有18顆琉璃珠不見了 它本身是不會自己吊的 這樣子來看的話 是人為因素是比較大的 黏得夠牢固 那琉璃珠不見 最大可能就是遊客拔走 這座號稱 全國最長的吊床式吊橋 琉璃珠是這座橋的亮點 每一顆都代表原住民的愛情 文化和丰收 別具意義 確鑿破壞 用拍照的 可能說這樣就破壞了 帶走記憶跟回憶就好 就不要帶走它任何一個東西 就怕偷拔琉璃珠的歪風 會再持續 現場工作人員 每天加強巡視 但最多的防備 最主要的還是遊客得發揮功德心 琉璃珠的美 用眼睛欣賞就好 別讓你的好奇心 成了破壞美景的殺手 記者張春華內筆箱屏東報導 揮風華內筆箱屏東 或者是一隻龍華內筆箱屏東 至少 明星期的殺手 在索光時